夏董 你能借一万块钱给我吗 怎么又借钱 没钱 夏董 我找了个兼职 人家雇主说了 让我打扮的帅点 所以是我想借钱 置办一身衣服 什么兼职 你什么意思 哦 这个工作老轻松了 一天 一千多块钱呢 什么工作 共享男友 共享男友 共享谁的男友 你的呀 我的男友 啊 那不就是你吗 我跟你说 现在有多少女的家里催婚啊 催得老严重了 我不用干别的 上她家 装她男朋友 刚才有个女的 你知道吧 出手老阔错了 做三十天 你知道啥概念吗 什么都不用干 净赚三万 那能行吗 你别被他们骗了呀 不会 我都考察好长时间了 争取来个长期合作 啊 那我咋办啊 那个 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共享你 小伙你别去了吧 那不去能行吗 男人得挣钱 而且我必须得有契约精神 我都答应好了 我走了啊 老公 老公 那个 要不我送你 你做能行吗 一个月好几万呢 这些够不够 你看你老整计些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 他 五十万 先租一年了 那行吧 那我就不去那边了 算是你做的啊 我跟你说 我绝对不是为了这些钱 你知道吧 哎呀 我知道 我知道 都是为了我 对对 到期不要续约啊 哎 好的 老公 那我走了啊 还好啊 哎呀 哎呀